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欢乐综合征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人呢 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一个艺人 虽然呀不是维粉 但是也算是个粉丝吧 这个人呢就是成毅 前段时间成毅的新剧 附身海开机 据说呀引发了大量粉丝的脱粉现象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微博人数 好像也没少,还多了呢 不过要说因为演出一部剧而脱粉 那我确实觉得没什么必要 也许是因为总是演古装剧 不能满足一些粉丝对他定位和规划的认可吧 当然更有可能是营销号的炒作行为 毕竟啊成毅多少是有些招黑体制的 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成毅其人 成毅本名富士奇 成毅这个名字呢 是他出道时的经纪公司给他起的一名 1990年成毅出生在湖南省槐化市的一个小县城 因为父母常年在外工作 所以啊成毅从小也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嗯,感觉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这句话我已经说了三遍了 参考张若云和郭麒麟 奶奶曾经对成毅说过这样一句话 无论是好的坏的 只要来了都去坦然接受 顺其自然都会变成好的 很有种道家顺其自然 无为而至的感觉 这句话呢也影响着成毅的世界观 让他能够怀揣着一份坦然 去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顺境 坚持做自己 高中的时候啊 有朋友和老师都觉得成毅比较适合表演 他自己呢也很喜欢 于是2008年初 在父母的支持下 成毅之身来到北京参加议考 但是来京道路却并不顺利 因为他在来北京的火车上 钱包和手机都被偷了 被迫在北京流浪了一个礼拜 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才让家里打钱过来 不然啊我估计他都参加不了考试 考试过程呢还是比较顺利的 最终他考上了中央戏曲学院 表演系的大专班 读书期间 成毅就被星会天机经济公司相中 并顺利签约 因为啊这家公司是以拍摄电影为主的 所以成毅去了以后 基本上都是在拍电影 2012年的大萤幕处女作 《鬼爱》是一部恐怖片 之后的2013到2015年间 成毅主演过青春案情电影 《原谅我来不及爱你》 和悬疑电影《女生宿舍》等 但是都没有激起什么浪花 成毅呢曾在一年级里说过 他去面试 有导演说他不行 当不了演员 让他别做了 这样他很受打击 但同时也激发了 他一定要成功的信念 当时啊 星会天机给成毅的形象定位呢 是短发黑肤的硬汉形象 不知道是不是照着真子丹设计的 毕竟星会天机当年 卖的最好的电影 都是真子丹主演的 比如关云长 锦衣卫和燕文2 但其实呢 成毅的五官还是比较清秀的 着实不太适合硬汉这种造型 再加上现在粉丝的审美变化 所以啊 回头再看当时的形象 确实有点丑和油腻了 这也是他被黑的最多的一点 甚至呢 有人说他整个容 但是我个人觉得 早期的照片虽然不好看 但跟当时的审美情况 和个人装造有很大关系 白几度瘦下来 就跟现在也差不多了 再加上啊 向游新生 当时的成毅呢 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的 而现在的他 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慢慢变得沉稳 柔和了许多 所以啊 形象气质上发生改变也很正常 一直在世界上未见有起色的成毅 直到2015年 遇到了一位贵人 那就是制片人邓锡斌 可能是因为 2010年 成毅曾参演过邓锡斌 担任艺术总监的电视剧 《美人天下》 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还是让他记住了成毅 所以啊 2015年 已是制片人的邓锡斌 找到了成毅 邀请他参加自己的仙侠剧 《青云志》 最终呢 成毅饰演了男二号林京宇 成毅非常珍惜演戏的机会 拍摄过程中呢 也非常的认真努力 终于 这部戏在2016年播出之后 让成毅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 紧接着呢 他又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一年级毕业季》 并在里面担任科班生队长 因为是跟表演相关的节目 所以我们公浅认为 这对成毅的演技提升是有帮助的 但是2016到2017年间 成毅却只拍了一部电影 《营救汪星人》 他还特意为拍摄这部电影 进行了三个月的增肌训练 然而啊 这部电影却一再的延期上映 好不容易上映了 却又因为音乐等版权问题被停播 没有版权的电影也敢拍摄和上映 我只能说 《星会天机》真的有点不靠谱 这两年的空窗 等于成毅白白浪费了 林婧宇带给他的红利 粉丝大量流失 2018年初的时候 成毅彻底脱离了《星会天机》 全约迁入了欢瑞世纪 因为之前拍摄的《青云志》啊 就是欢瑞的电视剧 彼此呢比较了解 所以签约之后 公司安排成毅出演那剧《怒海前杀秦岭神术》中的男二号张启玲 凭借剧中的精彩表演 成毅收获了一些粉丝 随后呢 就开始了疯狂的拍剧攒剧模式 《山河月明》 《长安诺》 《琉璃》 《申前》等剧 都是在2018年到2019年间拍摄的 截止到现在啊 只有申前还没有播出 这是成毅首次出演谍战剧 不知道未来还能不能看到那个云洪生 虽然呀 在《青云志》和《怒海前杀》之后 成毅稍微有了点名气 但是他的待遇却并不太好 比如《青云志》的发布会上 主演们都有刀切蛋糕 唯独成毅被无视了 他脸上的笑容 如果没有赵丽莹主动把刀 分给了他一半的话 可能会很难维持下去 又比如《长安诺》开机仪式上 工作人员给每一位演员都发了红包 却没给成毅 即使在成毅自己伸手要红包之后 依然没人理会 当时成毅出演的可是男一号呀 却还是被当做了一个小透明 这些是观众自己能看到的情况 可见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在拍摄的过程中应该还有很多 只不过成毅从没有说过 他一直遵循奶奶所说的 无论好坏都坦然接受 可能正是他这种性格和不抱怨的态度 才导致大家觉得他好欺负 再加上成毅本身没有背景 所以鄙视不红的他 被忽视也不可避免 直到2020年8月 流离播出 温柔痴心的宇思凤与大家见面 才让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十年的成毅 彻底火了起来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成绩而开心 一场云歌会又把他卷入了风暴中心 强拆CP 孤立女主 职场霸凌等黑热搜居高不下 成毅也因此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的网报 可成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娱乐圈打工人 有那个能力去霸凌女主吗 如果他真的有 就不会十年间一直被当做小透明 也不会有之前被无视的情况发生了 针对这些 成毅依然没有去解释或反驳 也没有抱怨 只是继续默默的拍戏 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但是我们再也见不到 那个谈笑自如 阳光外放的成毅了 自从云歌会事件之后 成毅就变得越发谨慎低调起来 采访中也是内敛谦虚 小心翼翼 没有了当初的少年义气 以前的成毅 在采访中会开玩笑 笑起来也是大声四溢 我被你带沟里去 对不起 而现在的成毅呢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像个被提问的学生 小心拘谨 连笑容都变得克制 2022年 成毅主演的仙侠剧 《陈香如谢》播出 奠定了他在古装剧中的地位 剧中的他一人分是三角 且每个人物都有着鲜明的特点 虽然这部剧啊 有养子的加持 但成毅的演技呢 也确实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同年他主演的 法制题材电视剧底线播出 让大众又看到了不一样的成毅 增强了他的可促性 两部剧的同时大火 也让成毅撑起了剧抛脸这个词 说到底线啊 这部剧是成毅自己接的外戏 并不是欢瑞出品的 当时呢 成毅应该也是想要 拓宽自己的戏路 正好有机会 当然要试一下 可一直以来啊 欢瑞都不允许旗下一人 接拍外戏 毕竟养活一个听话 又有流量的明星不容易 之前的李一峰 杨子等人 都是有了实力之后 就跟公司解约了 成毅进足底线后 欢瑞就觉得 他有出走的迹象 大为不满 但碍于已经成功签约 成毅又是自家正当红的艺人 只能同意他继续拍摄 2023年 成毅主演了 古装武侠悬艺剧 《莲花楼》 这是成毅首次出演 大男主的电视剧 开播后 收视与口碑双高 成为当年暑气党的爆款 成毅也因此获得了 2023腾讯娱乐白皮书 年度电视剧影响力演员 及年度执行双重荣誉 以及微博世界大会 年度表现力演员奖项 他主演的第一部现代偶像剧 《南风之我意》 在《莲花楼》后播出 收视也不错 也算是走出古装剧的一个尝试吧 这一年啊 成毅还拍摄了一部历史剧 《英雄志》 这是一部与他之前拍摄的 古偶仙侠不同的作品 虽然现在还没有播出 但我非常期待成毅在里面的表现 感觉成毅不是在拍戏 就是在去拍戏的路上 今年的成毅呢 同样忙碌 陆续在拍摄 《红杨小红娘》 王全片和《富山海》 虽说又是两部古装剧 但《红杨小红娘》是大IP剧 原著漫画非常火爆 制作班底和阵容呢 也很强大 《王全片》是三部曲中 唯一一个大男主片 而且这是一部外戏 对成毅的发展 还是很有帮助的 再说《富山海》 虽然出品方有欢睿的身影 但这也确实是一部 双平台S家的大男主剧 对成毅而言绝对没有坏处 总比演一些 只有情情爱爱的剧强多了 目前来看呀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 基本已经铺接了 希望成毅的王全片 能不让观众失望吧 不过 以成毅的演技和认真程度 应该可以轻松拿捏这两个角色 只要发挥正常 剧情可以 应该就不会差 但是啊 总在舒适圈里带着 难免会让自己的戏路变窄 不利于日后的发展 毕竟成毅今年已经34岁了 戏路不拓宽 终究不能走向事业的巅峰 但说到底呢 也只是欢瑞的打工人一个 背后又没有资本撑腰 想要真正自由的挑选剧本 还是有难度的 他跟欢瑞的合同期限是10年 到2028年才到期 欢瑞不允许自家艺人 自接外戏 自己的戏呢 又多以古装剧为主 所以啊 成毅是绕不过古装剧的 他曾经说过 他喜欢拍戏 只要有戏拍 能让更多人看到就很开心了 不知道现在的他 会不会有些改变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以他的性格 大概率不会跟欢瑞对着干 欢瑞呢 肯定也不想跟他闹僵 希望后面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吧 开头的时候呢 我就说过 成毅自在招黑体质 但成毅本身呢 又言行得体 既没有绯闻 又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 一门心思都在拍戏上 休息的时候呢 也只是喝喝茶 钓钓鱼 算是娱乐圈里的另类了 所以啊 黑粉很难从他身上找到什么黑料 但这并不影响总有人黑他 毕竟人红是非就多嘛 比如啊 有粉丝通过关系请成毅吃饭 当时还有剧组的其他人一起 到了黑粉嘴里呢 就变成了成毅棒富婆 难道公司老板让你去陪客户吃饭 你能不去吗 大家都是社畜 各种无奈应该能够理解的吧 话说回来 如果我有钱有事的话 我也想请成毅吃饭 再比如成毅参加综艺 总是出现听不懂游戏规则 或者慢慢拍的傻憨憨情况出现 就会有人说 他一把年纪了 还装傻卖萌博眼球 可能是因为我有滤镜 我剪过成毅的综艺合集 觉得他真不一定是装的 可能是脑子 只有在拍戏 说角色的时候比较灵活 其他时候基本都在休息 所以是真的反应不过来 这样的他呀 天然自带搞笑严肃 至今我都还记得 他在嗨六第一次玩泼水游戏的时候 上来啥也没干 直接就让对方泼自己的情节 简直不要太搞笑了 还有呢 就是今年四月份 那个从偏而降的合同纠纷 成毅被星会天机告上了法院 原因呢 是星会天机想让成毅 配合十年前的电影宣传 欢瑞不同意 不得不说 这次欢瑞做的没什么毛病 倒是星会天机的吃相 着实有些难看了 成毅这都解约多少年了 现在说让他帮忙 宣传十年前的作品 这不是搞笑吗 早不宣传晚不宣传 看见成毅火了 才出来说配合宣传的事 这个案件呀 会在今年的7月2号开庭审理 届时我们等着看结果吧 其实啊 我跟成毅的很多粉丝都差不多 先是他的剧法 然后通过综艺和采访 了解并粉上这个人 他真的很善良 很真诚 可为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拍好戏的人 却总是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欺负和打击呢 这不明白了欺负老是人吗 难道就因为他没有资本的支持 还是因为他太不懂得为自己争辩和反击 不过呀 我喜欢他 也是因为他有一颗专注自我 不知是非的心 没关系的 成毅的底气 从来都不是那些资本和背景 而是林京宇 宇思凤 应渊 唐周 周一安 李莲花 以及未来他所饰演刻画的各种角色 他们都是成毅自信的底气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心若浮沉 浅笑安然 希望成毅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有一漏 欢迎在留言区补充 感谢大家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